准备好了吗韩粉们 是谁睡在高速的大市场里 国瑜炒饭 还在如初跳着无数 国瑜炒饭 总统大学是你的眼望 国瑜炒饭 就还乘发财把市场当过 国瑜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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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上千名的玩家 在这个场合当中 怎么样齐声喊出 国瑜炒饭 国瑜炒饭 你觉得年轻人传达的声音 还不够清楚吗 可是呢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这个澳洲六十分钟的专访里头 王立强 他怎么样勾勒 怎么样具体说明 中国正计划影响台湾 来你这边所谓声喉咙跟你爆料 到底爆料什么样的内容 你说这个时间还发生在 去年十月底 去年十月底 距离投票等于是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姑且称他叫H先生 那也不要说这家电视台是哪个好了 他直接说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个韩国瑜阵营呢 愿意一分钟一万块台币的业配 愿意在十月底之前呢 连续拍五集这样的节目 最有趣的部分在哪里呢 我就问这位深喉咙 H先生 请问最后是谁买单 他们搞了半天 说不知道是谁买单啊 我说是不是韩正营 不知道 就是有谁 不知道谁付的钱 那就是很清楚嘛 这就是韩国瑜现在说法嘛 他自己做业配 结果呢别人付钱嘛 反正呢就不是他办公室出了就是了嘛 我直接问说是不是韩拜 我甚至问是不是拍横序 他说不是不清楚 有神秘的人物来帮他支付这样的费用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这只是冰山一角啊 而从这样的发展里头 我不知道韩粉 韩粉 你们真的还是支持共产党来统一台湾吗 当香港民众以选票勇敢的 他们被开枪了 他们被抓了 他们怎么样被打了 到现在他们用选票 传达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具体行动的坚持 台湾47天之后 你对民主自由 你们坚持在哪里呢